可调式物件 在基本物件这边的物件 你只能调大小 你没有办法去调 比方说 我要把这个 正方形 我希望它有一个弧度 这做不到 或者是我正方形要变长方形 你只能改变长宽高 圆形你就只能是圆形 最多变成椭圆形 我没有办法把它变成水滴状 那如果你要做一些特殊调整的 图形 比方说 可以在这里 在这里 前面这里 这一块 在新歌卡这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物件 里面有很多页 有24页 他已经帮你做好很多 做好的物件 那你可以去做微调 比方说我要做五角形 拉进来之后 这边 会有很多可以调整 比方说像五角形 我要变六角形 往上拉 六角形 7 8 他自动会帮你调大小 他会变成正8 边形 那我还可以调什么 大小size 放大缩小 高度 是指 这个圆锥的高度 这里的厚度 我要调多厚 你可以调成这个样子 这叫可调式物件 那这边还有其他的 如果我换成这个 如果我换成这个 你会发现不一样 他会比较塌 换成这个 他会撑得更大一些 所以你可以选择你需要的 然后自己去微调 他有给你一些参数 给你微调 微调完 再去改变颜色 或者其他的 那你会有不一样的 现在是11边形 那不要 我还是变 6边形 假设我要做6边形 这样你就可以做出一个 正6边形 那这环也一样 环状也一样 那你要做的是 点进去之后 这边就可以微调 这边是高度 环的高度 那这些他都帮你调完了 这个 大小 那如果你不要正圆形 你可以移动这个角 他会变成不一样的 他会变不一样的形状 那你可以去微调自己想要的 这样你会调出你自己要的一个 你需要的一个形状 像调成这样之后 上面就变成一个 有菱有角的 不再是圆滑状 有这些可以调 这是可调式物件 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你可以多试试看